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帶來一道網路很夯 然後很多店裡面都指名排隊要買的 北海道戚風蛋糕 很棒吧 這個北海道戚風蛋糕 其實它食材很簡單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北海道戚風蛋糕的食材 這個是泡打粉、低筋麵粉、鹽、砂糖 這個是沙拉油、蛋黃、牛奶 這個是蛋白這一部分的 砂糖、蛋白、塔塔粉 首先我們把幾個液體材料 就是麵糊這邊的液體材料先把它丟進來 沙拉油 還有蛋黃 還有牛奶 好那我們把它拌開來 拌開來了以後我們把糖 就是配方裡面量比較少的這一部分的糖 加進來 戚風蛋糕通常會分兩邊 常常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很多學員或是朋友 剛開始接觸的時候會說 老師你的配方怎麼兩個砂糖 是的 配方裡面兩個砂糖 我剛剛有講過 戚風蛋糕它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麵糊的部分 一個地方就是蛋白打發的部分 兩個部分 所以說蛋黃這邊跟蛋白這邊 各自都有一些砂糖 這樣子 那我現在把它放進來拌的 就是蛋黃這邊的砂糖 也就是配方裡面量比較少的 這邊的砂糖 那我現在把它拌 拌到糖顆粒已經完全沒有 那我摸摸看 已經沒有了 糖顆粒已經融化了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麵粉加進來 來這個是泡打粉一起過篩 好篩好了 篩過來了以後我們把它拌勻 好了有沒有很光亮 而且麵糊還有流性喔 這樣子很光亮 因為北海道七峰站高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非常鬆軟 非常濕潤 幾乎可以達到入口即化這種感覺喔 所以你麵糊這邊 不應該是太硬的 好 麵糊這邊已經完成了 剩下蛋白這一部分要打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把蛋白放到我們容器裡面來 沒有看到我的容器非常乾淨 一點油一點水都沒有非常乾淨 記得放蛋白的容器要絕對的乾淨 不可以有油 不可以有水喔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的砂糖要加進來 但是不是這個時候加 什麼時候加呢 那我們先把泡泡打起來了 以後再加 因為你的糖如果太早加進去呢 我們糖滲透壓很大 會讓你的蛋白打不發喔 好 那這個是塔塔粉喔 我們加進來 如果你的蛋呢 夠新鮮的話 不加塔塔粉也沒關係喔 塔塔粉呢 跟蛋白我們就開始打 那打蛋白的時候呢 不要用太快速 用中速就可以了 好 各位朋友 你看到喔 大泡泡 這個時候呢 泡泡已經起來了 就 有沒有啊 泡泡已經起來了 這個時候呢 我再把配方裡面的糖呢 大概加三分之一左右 好 好 那再繼續打 把泡泡細一點的時候呢 我再加一點 好了 那我現在呢 泡泡已經很大 也脹了 很大了 那泡泡也比較細了 那我們再加一半下去 再繼續打 好 我們從上面上來 可以看得到 現在的蛋白非常細緻 然後呢 我拉給大家看喔 欸 有沒有 可以拉一直線起來 我拉給大家看喔 可以拉一直線起來 有沒有 可以拉一直線起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叫它是濕性花泡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剩下的糖 全部加進來 好 加進來了以後 我們把它打到 乾性一點的花泡 那現在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喔 我這樣走過去 紋路很深對不對 那我再拉給大家看喔 好 你看喔 這樣子有沒有 它是翹起來的 但是我故意呢 沒有把它打到非常乾 這樣子呢蛋糕吃起來會比較濕潤一點 這樣子 好 那一樣喔 兩邊比重不一樣的話呢 記得抓一些比較蓬鬆的過來 好 那我們把它拌均勻 稍微拌均勻一下喔 那我們再把它倒過來 從蛋黃這一邊呢 倒到蛋白這一邊 好 接下來呢我們把它拌均勻 喔好細緻喔 整個麵糊好細緻好穩定 這就對了喔 拌到顏色都一樣 這樣子就要拌勻了 好 那我們呢 把麵糊裝到這個紙模裡面 紙杯裡面 裝六分板就好了喔 好 大概裝六分吧 好就這樣子 那把它排在盤子裡面 好 輕輕的敲一下 輕輕的就好 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把它送到烤箱裡面去烤 下火呢 一百六 上火呢 一百八 那我們烤十五分鐘左右 等一下我們回來 好 那我們呢 這個蛋糕亭呢 已經烤好了 你看喔 它有一點離抹的現象 那 這個蛋糕烤好了沒呢 它會碰到很高 那稍微有一點點下沉 那你看啊 它也有一點離抹熟了 那我們就出來 出來涼了以後呢 我們再來裝布丁線 那這個是呢 我事先做好的那個布丁線 就是化身布丁線 然後呢 我們把它擠進去 好 一樣喔 這樣子把它灌起來 擠進來 喔 就有一點膨 就是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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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它擠進來了以後呢 這樣子 不是夠美麗對不對 那我們呢 撒一點點糖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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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那我今天呢 是沒有準備水果 如果呢 上面換一顆草莓 你覺得怎樣 更漂亮對不對 其實這種裝飾呢 是個人的一個巧思 如果你喜歡的話 有什麼不可以呢 對不對 這個是今天我為您介紹的 北海道戚風蛋糕 人家